火山灰避空,台湾2000旅客受困 冰岛火山上周三开始猛烈喷发 火山灰造成全球空中交通大乱 观光局昨天统计 无法出团和在欧洲回不来的台湾旅客超过2000人 整体观光产值损失1亿5000万元 华航、长荣和国泰航空 预计今天会取消大部分飞往欧洲的航班 旅行业工会全联会表示 旅客遇到不可抗力出不了团或留置国外 旅行业者会让旅客更改行程或延期 如果要求退费、扣除签证等必要费用后 团费可以全退 旅行社表示 英国伦敦机场可能于明天下午起开放 台湾旅客可陆续回国 不过冰岛气象局预测 火山灰的影响可能在持续2到5天 昨天火山灰蔓延的区域比前天更大 共21个国家全面或局部关闭领空 昨天欧洲只有约四分之一的航班正常飞行 全球至少600万旅客受影响 航空业每天损失近63亿元台币 德国总理默克被困在葡萄牙回不了国 挪威总理也滞留美国纽约 只能用刚到手的苹果平板电脑iPad遥控制国 一般旅客只能在机场苦后想办法杀时间 空运不通许多旅客选择陆运和海运 北爱尔兰一位计程车司机载送5个生意人 从北爱尔兰搭渡轮跨海到英国 再往南开到伦敦 全程超过640公里 一路颠簸了12小时 最后拿到约3万5千元台币的车资 欧洲之星昨天至少载运了5万名乘客 英国海运渡轮也几乎斑斑爆满 动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